今集最大的賣點就是比起以往的兩集 去得更加準確 整個人是豁出去的 因為之前創作《鳳仙》和《易得》的時候 劇情上始終有點制紮了他們是真實的歷史人物 但陳冰這次是一個完全是塵內自創的組織和角色 所以比之前去得更加準確 完全沒有理會對陳某的影響 在劇情上去得更加瘋狂 例如以許定的角度去講許家和司馬家的恩怨 甚至透露了很多正傳 陳某先生不知要多少年大壽才會寫的未來幾十年後的劇情 我想這部份都是看到很多人都會很喜歡 包括我自己 甚至很多人鼓勵給到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想接下來應該會越去越盡 陳某 你小心一點 說到突破 其實今集也有突破 譬如上集《鳳仙》寫到八萬多次 今集就去到十萬次 鬆一點 我最記得的是因為字數的限制 通常小說家就叫他寫多一點 他們就出版社會也叫我寫少一點 因為我的書已經寫得太多字太厚 所以減字數令我非常痛苦的經歷 除此之外 劇情上其實很多地方都挺突破 譬如說 關於陳冰他這麼多代首領的秘密 甚至是一個角色是陳某裏面寫到我 將他製造出來 並且他跟裏面很多角色 主要角色都有很多千絲萬女的關係 最興奮的就是其實在幾十年後 譬如《大結局》大家經常談論 《火鳳》 大家有些人就說結局一開始已經出現了 最過癮的地方就是我寫到結局之前的一點 就是究竟他們倆如何走到最後 就是大家互相殘殺的那一部 在今集也有少許的暗示和透露 所以這一點其實是挺過癮的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很開心 那如果你是火鳳的死忠粉絲 你更加會有興趣知道 就是今集《殘兵》他會透露了旁統的下場 究竟他是怎樣的呢 那大家看一看就會知道 嘿嘿 臨近新年有些甚麼好做 當然是看好看的小說 那你除了可以看《殘兵》之外 還可以一次過買了幾本 因為今次我們的《殘兵》 是有普通版的 亦都有特別版地板 有一個很漂亮的書套 那如果一次過買了三本的話 更加有一個好像名酒 有類似一樣的漂亮的書夾 那一次過套裝送禮自用 是新年都非常之適宜的 那所以趁這個時候 跟大家拜有祖年 那我今次就祝大家 殘上加殘 起上加起 恭喜恭喜新年快樂 恭喜新年快樂 我來自來自從 很誦 都